原标题 陶晶莹解释金马奖事故 何巩丽没有过节 自己也很爱祖国今年的金马奖 可以说是出了很多事情 反倒是那些被影帝影后 大家并没有太多的印象 但对于金马当天出来的一系列受人舆论的问题 直到最近仍族还是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但最新的消息传来 陶晶莹正式的接受了媒体的访问 并且首次对事故现场的一系列问题做出了解释 陶晶莹解释金马奖尴尬事故 何巩丽没有过节 自己也很爱祖国 首先大家一定想要问 陶晶莹这一位老牌的主持人 他对于替补这一个说法到底持什么态度呢 而此次他也回应了 陶晶莹表示自己根本不是大家所想的那样子 自己真的是一轻二歪 这一点可以向大家保证 自己也很爱我们的大祖国 而后陶晶莹回忆了当天主持的全过程 也正如他在第一时间媒体上解释一样 和龚立并没有过节 也是很喜欢和他一起交流 当时主办会人员说 龚立将不上台与李安一起颁奖 陶晶莹表示自己也很惊讶 声称一定是你们听错了吧 也就是说他事先是知道龚立王不想上台的 所以才没有和他闹出什么不开心 当然自己在现场也的确是再一次跟他确认了的 而且事后自己也表示 已经和助理与龚立取得了联系 问道我这样子做 有没有让他不开心 但龚立表示并没有 我们仍旧还是很好的朋友 在解释的过程之中 不知道大家该怎么来看 陶晶莹这一个主持人 可以肯定的是他这一次的桌面解释 不仅仅是说明了金马背后的全过程 而且也表明了自己的决心 那就是热爱大家每一个人 而且自己也并没有太多别的想法 删掉自己所说的微博 也只是看到了事情闹得很大 不想牵扯到其中而已 陶晶莹表示 就像李安解释的一样 我们不希望政治牵扯进入艺术圈 对于台湾那一位导演当晚的言论 那就等于是没说 我们完全不支持